男子穿着紫色披风 冒着雨在草坪罩来绕去 他手上拿着疑似枪支的物品挥舞 让开车经过的人直冒冷汗 这是在美国宾州 这位三宝妈收到学校的通知简讯 说校门口疑似出现可疑人物 只是男子手上拿的是假枪 也让警方只能劝导却无法逮捕 难怪妈妈们紧张 因为现在美国可是文权色变 德州校园枪击造成21人罹难 枪手妈妈接受媒体访问 她表示无法理解儿子犯案动机 只是也为犯错的儿子求情 在这草木皆兵的节骨眼 全美不相协会竟然还在德州的 休士顿举办年度大会 向来拥护美国人持枪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或要上台演讲 共和党人更以保护校园免受枪击案威胁 要让老师拥有枪支 更抨击民主党政府给乌克兰武器和经济援助 其实这些钱可以拿来改善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 川普的这番言论按照惯例 又为美国枪支管制争议开启另一个战场 TVBS新闻中不倒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